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又是久違的雜談時間 這陣子的逆二關節發炎 就是嘴巴張開的時候耳朵附近會爆幹痛 這輩子真的是第一次中這種奇怪的症狀 果然年紀大了 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會發生 本次影片中提到的一些資訊 可能已經過風頭了 各位就當聽個回顧吧 台灣方面 最近國際服跟台服的黑色5SRM 即將在30號正式開服 相關的評測我之前也做過了 證明就不贅述 不過日服到上個月 營收已經開始堆半坎了 這可是占總營收7成的日服 真的是挺擔憂未來的 雖然以IP改編來說 真的算做的不差了 比起某一拳超的世界也好上不少 但玩起來是真的挺坐牢的 那講到一拳 我上次內測的素材還躺在那 但實在提不起興趣撿它 結果我知道這款遊戲有多好玩了 真的很想親切問候 當時陸服測試的那些UP族 說這款是什麼改編天花板 個個都住在地下室是吧 真的每次這種套IP加正版授權的 10個裡面9個坑 剩下一個還在挖坑的路上 那前陣抖音旗下的死神刀鳴 也準備開內測了 早上近期也有邀請我參加測試了 不過當時我以為是什麼詐騙信件 就沒有理他了 反正就之後隨緣評測吧 那東京參總也在這個月開服樂 但依照目前的開服樂度 跟這個遊戲品質來看 死神敲門點JPG 是遲早的事情啊 IP粉就且玩且珍惜吧 然後之前日服那款名詞很長的煉金工坊 準備開國際服樂 也支援繁體中文 光榮這個動作也是蠻快的 那如果對蜜大腿或者IP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關注看看 其他又沒啥有趣的新遊戲了 不少之前也都講過了 那專門收割韭菜的入住遊戲 最近也開始活躍起來了 目前正在推一款做死火柴人 遊戲看上去雖然很荒唐 但依照台灣人什麼都能吃的習慣 或許會有你我意想不到的成績啊 有機會再看看吧 在中國方面 竹龍的白金回廊 開始最後一次封測了 那我目前也還在體驗中 有機會的話再出個評測給各位 雖然美術方面並不是太主流 不過綜合玩下來其實還算是有趣的 那相關新聞表示 投資方騰訊 近期也爭持了白金回廊的開發母公司 應該是騰訊在近期的封評中 覺得他比閃報旗下的追放 更有希望獲利吧 而閃報的宇宙哥哥 在沉寂一段時間後 總算是發現市場的趨勢 原來我的帝國遊戲是這麼不如預期嗎 這個界的新韭菜怎麼這麼難割啊 於是發了一個看是道歉檢討的影片 那關於這個態度方面 我真的是懶得吐槽了 你不如看看人家第七實施 光是那個開頭態度 直接好感度辣滿 那後面就是一些系統優化的說明 像是福利啊 養成啊 戰鬥啊 跟場地機制等問題 那關於對話上玩的文字遊戲 我這邊就不去意測了 反正到時候見真章 但上鍵前不再測一輪的話 其實還是挺危險的 而且如果單純只是針對岩體 範圍傷害的數值調整 其實並不會改善遊玩體驗不好的困境 而且也明確了我之前的預感 遊戲角色儲備量明顯不足 所以這個超卡的體驗 應該也是沒得救啊 而且我之前也講過 開局福利跟流存率 向來不是什麼正關係 不然一堆換皮答辯 早就無聞統治市場了 頂多就是開服可以誇誇你幾句啦 但後面還是要看那個核心體驗 或許玩法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不好玩卻是相當致命啊 那據傳言的話就是下個月公測 反正是鱘氏嘛 六六就知道了 再來是網易的代號五六 是以PVE為主的TBS射擊加模式題材 目前測試畫面來看意外的還算不錯 但眾所周知啊 那個網易從來不是技術上的問題 就看後續加入商業模式下會不會爆炸吧 再來鷹角的兩款遊戲都開始測試了 那第一款是開發一年多的明日方舟終末地 目前僅是非常小規模的一側 比較難判斷主流市場的接受度 但因為各種不可說的潛規則跟社區生態 現階段是連正面的負評都相對比較少 很多UP族的攻擊性也沒有像在對待其他遊戲上來得高 只能說要不是這個遊戲是鷹角出的 大概就是準備血流成河了 但我只能說 測試階段如果太過包容的話 未來只會更危險 千萬不要太過於捧殺了 而且這也跟廠商是不是第一次做這些產品也無關 因為等你正式投入市場 就是一翻兩段的眼 沒有任何回投入的機會 市場也不會給你寶寶保護期 目前還沒有加入商業模式 所以還是要等向三測四測完整拋出來後 才能更全面的評測這款遊戲 所以以下就純屬個人的瞎聊吧 劇情美術戰鬥方面就暫時先不深入討論了 但本次在人物美術上 改走3D而不再以擅長的2D為主 直觀感受上 相較於明日方舟過往的受眾並不完全重疊 另外也沒有提到關於手機端的狀況 很難想像在手機上執行會不會發生什麼災難 那從PB跟其他試玩影片來看 核心玩法主要都是圍繞鄉廷加金銀建造 以完成流水線的基地為目標 這讓玩法在過往的單機上也有不少作品 像是2015年的堡壘工藝 進化 2016年的異星工廠 2019年的工廠小鎮 滿意 2021年的代聲球計畫 2022年的工業巨頭等等等等 甚至如果不要這麼聚焦在工業化生產的話 那就更多啦 金銀類RPG像什麼符文工廠 沙盒遊戲 麥塊 車流類的地震等 或者又像是便利商店這種 透過不斷優化擺設的菜單 然後增加產出的 那這種以建造而且半雕細組的樂趣 雖然並不是特別大縱向 但也是頗削丁格的類型 上手玩之前 你都不會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而且看跟自己玩 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雖然在單機市場上有非常多的作品 但如果回到手遊市場來看 這種工業感然後單人巷遊戲 就相對非常的少啦 有像是2019年的Drill Dawn 2020年的沙船 2022年的Refactory 2023年的Builderment 而且這類遊戲真的就是專精在建設上 沒有任何RPG要素 也不知道是不是 這就是櫻角選擇這類遊戲的玩法的原因 不只題材跟世界觀是契合的 而且你只要將玩法包裝好 成功推送到手機端上 那真的就是一家獨大啦 而商業模式上我是不會替廠商擔心啦 反正幾個基本是跑不了的 只有我們想不到 沒有廠商辦不到 也不用擔心建設不夠玩 只要塞給你更多的地就好 只要你手機裝得下 而除了加強劇情量 戰鬥玩法 擴大探索內容外 也可以在既有建設玩法中 增加像塔防 或者外部侵入等隨機要素 搭配未來的版本活動 增加更多符合世界觀的內容 也未嘗不可啊 而且畢竟你都選這個題材了 要不乾不費時 也是很難的啦 不如就大膽加入後 再逐一刪除就好 當然最主要還是慘了要跟得上 那過去明日方舟 靠版號政策抬了一手陸服 也在20年降臨日服後 暴殺當時同類產品 順利拿下課金付費前段般的中國跟日本 不過陸服曾經可以靠版號吃紅利 如今要面對的是大開大放市場 外加明年還有更多的遊戲來勢洶洶 想靠品牌全粉也不可能全一輩子 這點在很多日韓系草商上 也可以歸見一二 網友續作或新作都不見得賣座 而且流存率跟熱度也很難維持 希望這次週末第一不會翻車就好 那另外要挺一嘴啊 竟然英仔要選擇這種不大縱向的玩法 到時候熱度跟營收表現不高 請問不要拿來說什麼 是廠商不扣片刻之類的 不是自己喜歡別人也要喜歡才是正確啊 然後別人倘若不喜歡就是沒有賤賞力 任何遊戲都是要分類型去分析的 任何遊戲跟玩家也都是互相篩選的 只要廠商能達到目標就是成功 硬去跟不同屬性對比 當然會顯得力不從心 例如一堆遊戲 他們可能連笑笑樂都比不過 所以乾脆都回家吃自己嘛 但明顯他們的用戶目標就不同啊 或者那些韭菜打兵遊戲 我調侃歸調侃 也不妨礙人家繼續收割賺大錢啊 別一定要對比誰贏才是贏 比不過就是BLABLABLA 玩家是玩遊戲的 而不是玩社區節奏的 總之就觀望未來吧 那第二款一樣是鷹角的來自星辰 將QTE的機制融入回合制玩法 戰鬥的表現再搭配這個UI 讓我感覺像是款音樂節奏遊戲 第一時間我還想起一款非常老的遊戲 笑傲江湖 想說他可不可以無限搞那種連斷攻擊 遊戲跟之前提到的泡姆泡姆一樣 都是款買斷之遊戲 那因為這發行在手機端 畫質表現上有點受限 不過2019年跟最新的施數畫面 好像並沒有差太多 而且很多對話也沒有配音 如果要讓人買單的話 還要多下點功夫了 不過作為買斷遊戲 卻先推出在手機端 也是挺另類的 按理說願意買單機的PC或的主機檔 應該是佔比較多數吧 雖然我也買過幾款手機作品啦 但那也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 而且當時是因為手邊沒有電腦 那另外櫻角 他把適合做單機遊戲做成長線經營 把適合長線經營的遊戲做成單機售賣 這點真的實在太讓人摸不透了 而在這個有廠商光環的BUFF下 這個商業邏輯在中國究極行不行的通 也是個未知數 希望到時候不要又被光速破解了 再來又是主打美色為主的交錯戰線 開始測試了 那我只能說 我本可忍受黑暗 不過我未曾見過光明 雖然很多人調侃這個戰鬥的Q版小人 不過其實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啦 像未來檔案其實也做得蠻可愛的 只是這個主打特色立彙的風格 就公測後小心吧 千萬不要被舉報了 多少前輩都被迫含淚茁莊了 就等你入隊啊 其他還有什麼Overraw 物境序列 元氣騎士前傳 等等等等都準備相繼公測了 有時間的話我就選幾款來玩 不然就直接Pass了 那另外提一提一個跟手遊無關的事情 最近中國不是有一款以真人實境出境的互動遊戲 完蛋了 我被美女包圍了 引起廣大的討論 甚至直播效果也拉滿 其實過往也有很多廠商推出這類 主打全動態影像 或者互動式電影的遊戲 舉例像是夜班啊 春世百年超等 這類遊戲的歷史拉出來都可以開一篇專欄了 不過通常啦 大多都是以科幻啊 懸疑啊 恐怖啊 推理等 還有一些像是比較粉絲向的 比較少做這種戀愛像為主的 是有另一類18禁的戀愛像出品啦 不過那就屬於另外一種互動式遊戲了 不過我對這種把真人做成遊戲的類型 還是保持著遠觀態度 當然有一部分是我個人有點接受不了 這種遊戲啊 可能一戰成名 也可能一夜暴死 尤其是戀愛像 還是在中國市場 雖然某方面來說 男女視角跟觀點不同 她好男性是相對容易一點 所以批評的聲量沒有這麼大 但也不代有這種真人遊戲 都能被普遍接受啊 不然像之前女性像的戴浩海 就不會連上線都沒上線就被噴爛了 對比你架空人物啊 那個真人出境是相對麻煩麻煩的多啊 可別說什麼遊戲是遊戲啊 不要再入現實討論啊 blahblahblah 看多少明星藝人 因為生活上的瑣事啊 思德被挖出來後 印象到她的演藝生活甚至消失了 放大到很多產品啊 電視戲劇啊 到沒有肉臉的聲優啊 配音員等 這種例子真的太多太多了 這款也算是個小圈子的一時狂歡吧 其他廠商想入場割韭菜 還是剩這種考慮吧 那韓國方面最近距是到2023剛結束 那我本來也是想等線幕後再做影片 結果這一輪看下來感覺是白等的 第一款是最近不斷搞宣傳的七大罪起源 目前從直播畫面可以判斷幾點 遊戲開始可以選故事模式跟大事件模式 具有聯機多人的副本 角色雖然可以切換 但卻是共用協調的 對比同樣其他款可以多人切換的遊戲 這點倒是挺奇妙的 然後在一些基礎的攀爬交互上 做的並不是很流暢 而且看上去好像是有一個限制的高度 另外像是草地、樹木都是一些比較貼圖材質的擺設 並沒有辦法交互或者有碰撞反饋 但照理講依照大廠的技術利益 這應該是辦得到才對的 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量才沒有加入 人物的場景細節跟對比度 感覺上也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不知道是不是當時那個宣傳PP的渲染品質拉太高 還是受限於畫質跟現場設備 乍看這個PC端 雖然跟不少手機端遊戲有種五五開的感覺 還有這個光明正大的穿模 也有點讓我封不住了 Nade Marmone都是間大公司了 一些演出細節還是注意一點吧 然後有幾場BOSS戰的設計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讓我想起當年的龍之谷 那個死去的記憶開始攻擊我了 再來對比那首次PP的內容 那個二段跳已經不存在了 還有怪物戰中可以對樹木產生破壞 實際上遊戲連一棵樹都砍不了 而且主打的大事件探索的玩法 感覺好像也落花不少 水下玩法的對比當時的PP來看 也顯得有點硬言難盡 而且官方的直播片段 也都是讓他們以體驗戰鬥為主 也可能是有意引導這樣做吧 就當作他們是還有些沒做完的部分吧 然後比較多人關係的商業模式也沒有展現出來 不過依照往期的Netmarble 仍是偏向走社交項為主 加上今年整體財報也變不理想 所以不出意外的話 遊戲可能會更偏向換塔的MLO為主 那現階段也很能指望的Netmarble 會對遊戲的商業模式進行消費降級 或者像逆水和手的那樣 走回早期MLO的老路 畢竟韓國遊戲一直以來的尿性 真的不比換皮的路板遊戲差到哪去 喔翻了幾個韓國人的評論 不少人也是對畫面讚美 但對Netmarble感到絕望 第四怕只是一款IP改編的 二次元加開放世界的天堂 或許還會重現當時克之國的壯舉 而且老實說如果要靠它能自學五星的話 不如還是期待名牌上壓力吧 那第二款是RF Online Next 是一款2004年的老IP精湛的續作 遊戲中科幻加機甲的設定 讓我想到上半年推出已經涼涼的星球重啟 最近也才剛上岸陸服收割一波 還有就是明年預計推出的戰甲神兵 這題材方面都是蠻相似的 看試玩片段它有個AUTO的功能 不過似乎只是個半自動觸發技能 雖然乍看起來應該不會像天堂一樣 只是個戰裝戶後遊戲 不過說歸說啦 它畢竟是Nedemarble的遊戲嘛 再來第三款 Demis Reborn 這款相對來講就感覺比較小成本了 其中在戰鬥探索風格的表現 讓我想到之前的永恆靈魂 整體看上去還是走比較常見的放之類為主 比起前機關來說相對比較平平無奇吧 就可以果斷跳過 最後是我獨自升級 前幾天放出了最新的戰鬥演示 有追悶的話應該就知道這場戰鬥的出處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少了特效加持 這個人物動作的連貫顯得有點僵硬 相比之前的影片反倒沒有這麼吸引人 相關動畫也快上映了 所以這款遊戲明年年初應該就會公測了 希望不會只是一款IP受害者 希望 再來就是三恩家族的老大NCsoft 他們手上捏車的遊戲其實還蠻多的 包含即將上市了就至少有9款了 這邊就只挑幾款有消息的 首先是Project BSS 一款二次元版的劍靈 遊戲最早釋出是在2018年 但風格跟今年展會上則是完全不同了 能這樣悶身魔物年 這個大公司就是有錢燒啊 那我有對比一下別人的試玩側拍 跟官方自己釋出的PP是差不多的 我個人認為在戰鬥的動作跟畫面表現上 是比其他隊起源來得討喜些 雖然是沒有丟了劍靈的動作招牌 但跟過去的劍靈也有點越走越遠了 要是不跟我說這是個衍生座 我還以為是什麼射雕英雄傳還是神雕俠律 不過在人物設計上有點太卡通了 感覺廠商也是有點取巧啦 戰鬥可以選擇主要戰場角色 其他幾位就會變成後台技能 然後後面會有更多的角色加入 那因為是MNO啦 所以喜聞樂劍的戰力系統也是不可少的 加上他是以角色來取代技能 這個養成的人感覺也不會比純技能來得輕鬆 如果後面再加入各種抽卡角色的話 實在是不敢想 下一款Pajac LLL 那因為廠商過往的良好口碑 這款的L被人戲稱是取自天堂英文的那個L 廠商有時候真的得反思一下 為有別人會這樣調侃 那目前集合開發團隊的說法 這款是PBPVE的MNO TPS射擊遊戲 畫面表現上其實也還不錯 而騰訊旗下也有幾款要上新的作品 感覺明天這個射擊市場也要更加競爭了 第三款Projage 屬於基斯特略的家國戰類的玩法 這種遊戲的吸睛能力相當也並不是菜差 從早期的部落衝突跟類似的作品 再到後來的三國之戰略版 萬國覺醒 近期的寒霜啟示錄 萬龍覺醒等 都讓廠商創下了不俗的營收 終於連NC也要加入戰局了 看來這場戰役有得打了 再來是12月即將上市的PC版MNO 王權與自由 那這款不是手機遊戲 國際服依舊是由Amazon代理 不知道會不會再現失落的方舟 當年的開服百萬戰線的榮耀 根據官方11月的反饋 宣稱遊戲類似沒有以往機率性的商城道具 主要付費點只有通行證、時裝、載具等 也沒有什麼自動打怪系統 不過要信N7不如還是信我好了 香香摩丁特就是信了廠商的鬼話被宰 或者未來可能會出現一個魔改的手機版吧 那講到這 台服的失落方舟 繼續遙遙無期 現在這款遊戲的熱度也已經沒有當年興盛了 不要等手機版都上了 PC版還沒上了 再來就是Craft開發的 Duck and Docker手遊 沒想到這款原作在暑假才丟出來 現在馬上就公布手遊版的資訊 這個根本就是找規劃好的陰謀吧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PC版的原作啦 低人聲的視角再帶點暗黑的味道 停用那種在地下層探險 然後充滿未知的氛圍 不過丟到手機上 然後再加這個UI介面 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廉價起來 有種絕地求生古代版的味道 廠商你們是不是被騰訊威脅了 快點眨眨眼啊 那同開發上的另一款Enjoy 還沒有確定平台跟上市日期 這邊就不多做討論了 那我只知道 如果這款遊戲上單季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優秀的MOD跟整合出現 所以與其自己玩 還不如看網友的二創更讓人興奮 那再來是Turbees 開發上市的網殘 就是開發很多MU系列的廠商 遊戲預計在明年推出 玩法也是常見的回合卡牌 看看這個演示畫面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有種紙本頭銜進來混水的感覺 我個人是不太看好這款遊戲啦 其他參展還有像是破壞者極左世界 1999 明朝 火環 追放等 我對火環是還蠻有興趣的啦 不過上次的一色表現似乎不太理想 希望是不會暴死吧 那再來日本方面 因為之前的熱潮 所以出現了各種合成大西瓜 我真的快笑死了 珍珠奶茶是吧 那之前提到的黑者籃球 前陣子已經順利上線了 熱度反響比較一般般 不如還是快開台服吧 然後是老白的英雄傳說系列 又要推出手遊了 這次帶來的是 英雄傳說 閃之軌跡 北方戰役 泰發跟代理為台灣的宇俊奧丁 我上次看到宇俊 還是年初推出的幻想三國志 跟漫步生長 也是原廠授權他們開發的 不過遊戲在去年4月已經停服了 但這個廠商至好還是台灣少數幾間 還有寶石在做遊戲的 比起某局專職賣盤子是好上不少了 遊戲的戰鬥玩法依舊是戰前佈局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其他操作的空間 跟一般放置遊戲差不多 其他情報也還在慢慢擠牙膏 沒有什麼可說的 從大造動畫展示中來看 人物的美術建模也並不算太糟 只是這個UI實在太有古早味了 但因為我也不是鬼機系列的粉絲 實在看不出什麼門道 就順手關注當看熱鬧了 再來是藍色監獄又要出第二款手遊了 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想說這個IP有這麼熱門嗎 雖然動畫是真的滿熱血的啦 不過如果換成一群妹子在那邊踢足球 我應該會更開心點 現場滿滿的球 這才是青春啊 再來咒術回戰 咒零遊行 前幾天也正式公測了 玩法就是忠實的呈現故事劇情加回合制的戰鬥 對比開發商SUNZAP 之前的未美好世界線上祝福 那種可愛的Q版小人 這次是直接來個大進化 這點我直接好評啊 遊戲整體的作畫品質很高 並不像隨便糊樓賣錢的 假設雲魚不作死的話 應該可以稱得上難得IP改編的佳作了 那今天的遊戲雜談就差不多這樣了 如果有你覺得值得關注 但我沒有提到的 也歡迎留言補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示範